你相信外星人的存在吗? 近代以来,人类对外星人猜想探索的脚步从来没有停止过 在科学界,有99%的科学家都相信有外星生命的存在 只是人类还没有发现而已 人类和外星人,谁会是最先的发现者呢? 对于目前的人类来说,宇宙的广袤是我们不可及的 我们该如何才能找到它们呢? 大家好,这里是大鱼奇谈 关于外星人是否存在,已经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了 但是每次提起它,总能带给我们不同的想象 在外星探索的几十年里,科学家收到了很多宇宙信号 但很多都被认定是宇宙中天体运动所引起的 突破聆听项目于2015年成立 该项目专门负责通过搜索恒星和星系中的无线电信号 和激光传输来发现外星文明的迹象 搜索范围囊括了离地球最近的123个星系 涵盖了几乎所有类型的星系 在搜索范围内,达到了100万颗恒星 在2019年4月到5月之间 研究小组通过澳大利亚帕克斯射电望远镜 来研究比灵星发出的药斑迹象 是如何影响半人马座的其他星体 他们观测了这颗恒星长达26个小时 他们标记了所得数据 以便日后寻找有可能的外星信号 随后,研究成员从2019年6月开始对数据进行筛选 直到10月下旬,偶然间他们发现了一个奇怪的信号 这个信号和以往搜索到的信号不一样 在宇宙恒星自然爆炸和地磁风暴中 向外发射的频率都倾向于很宽的频率范围 而此次发现的是一个窄屏无线电信号 频率是982兆核 这个信号被命名为BLC1 一般情况下 这个频率被使用在人造卫星和航天器发射 目前,研究人员对该信号的分析 已经进行了一段时间 和宇宙自然产生的电波不同 这个信号和人类之间的交流传输非常相似 并且,还具有非常有特征的移动 这表明,信号源正朝着或远离地球移动 例如,绕着恒星运行的行星 虽然科学家已经排除了地面干扰和卫星信号的可能 但是,目前也不能完全排除 它是来自于宇宙自然天体的信号 半人马座的比灵星距离太阳4.22亿光年 目前,已知至少有两个行星绕恒星运行 其中一个是内地行星 它比地球大17% 这颗行星被称为比灵星B 每11天绕恒星运转一次 比灵星B处于母恒星比灵星的视居带内 在这个区域温度适中 如果比灵星B拥有大气层的话 就可以让行星表面有液态水存在 NASA的科学家在2017年 使用计算机模拟证明 如果比灵星B具有类似于地球的大气层 则很容易被其母星恒星释放的强烈辐射和太阳药斑剥离 在这种情况下 这个拥有40亿年历史的星球 可能在1亿年之内失去了整个大气层 突破聆听项目的研究人员警告 不要尝试对信号进行任何回应 这些窄屏无线电信号 能被地球接收到也许并不是偶然的 比灵星虽然是距离地球最近的系外恒星 但人类对比灵星的了解少之又少 有些科学家猜测 这些窄屏信号 很可能是在测试 它们的系外信息中 是否有可以接收到的技术星球 这些信号的背后 似乎带有一定的诱导性 来自比灵星的神秘信号是使用什么技术 我们目前无法解释 突破聆听的研究人员表示 能使用窄屏无线频道 其技术至少超过了我们目前的科技水平 而如果要破解这些无线信号的内容 也必须要达到一定的科技水平 目前 我们还不知道 此信号内容是善意还是恶意 我们能做的 就是尽量去解读这些神秘信号 其实早在1977年8月 天文学家杰里艾曼 也搜索到一个很明显的窄屏无线电信号 这段无线电信号 持续了整整72秒 而且 信号是由强变弱 显得非常稳定 并不像天体释放出来的杂乱信号 艾曼在电脑打印机的报表上 记下了这个信号 并在旁边写上了Wall 科学家们提出了可能的来源 但信号仍无法解释 有些科学家猜测 这是一种外来文化会使用的窄片频率 因为 它具有一种星际星标的宇宙意义 虽然霍金警告过人类 不要回复任何未知信号 但是 在2012年 国家地理频道 还是从波多格里的阿雷西伯天文台 回复了消息 19世纪末 发明家尼古拉特斯拉曾表示 它解惑了火星发出的广播信息 但科学家从无数的观察和探索中火星 火星上并没有生命 1967年 天体物理学家乔斯林贝尔利用射电望远镜 发现了大量的信号数据 这些信号非常微弱 但非常稳定地重复着 在排除了来自地球的干扰之后 研究小组考虑到是否是外星智慧 但其真正的来源竟然是一颗脉冲星 这是一颗旋转的中子星 它像是天上的灯塔一样 发出无线电波 2003年 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研究人员 从绿岸射电望远镜和阿雷西伯射电望远镜 对外星信号进行搜索 也发现了一个非常有序的信号 这个信号的频率是1420兆和 在信号消失之前 它被观察了三次 该信号位于电磁平谱的安静区域 科学家认为 这是外星文明传播星际信号的一个非常有吸引力的频段 从上世纪开始 人类就在不断地探索着太空 1977年9月5日 无人外太空系空间探测器 旅行者一号在美国发射 随着探测器的升空 一张携带着人类和地球信息的镀金磁盘唱片 和一个金刚石流声机 也随之飞向宇宙深处 这张唱片上 收录了地球上不同文化和年代的音乐 其中包括55种语言 以及115幅图像 另外 唱片上还标记了地球和太阳系的位置 以及探测器的发射日期 希望有一天会被宇宙中的外星高等智慧生命发现 截至2019年10月23日 旅行者一号已经到了离太阳211亿公里的距离 旅行者一号的速度现在为17公里每秒 按照这样的速度 如果在没有意外的情况下 飞到距离太阳系最近的恒星比灵星 需要7.4万年之久 在距离我们200万挂娘的银河系中 很可能存在三亿个系外星星 如果半人马座的比灵星 有着和地球人类相同的技术 那将是一个令人惊讶的巧合 如果比灵星真的有智慧生物 并且在几亿年前就已经有了这样的技术 开始寻找外星人 到如今 他们的科技发展到何种程度 是我们难以想象的 虽然很多人都希望可以找到外星人 但以我们目前的科技水平而言 似乎是不大可能的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